觀看世界來看美國電動車的大槍 特斯拉來選擇 要在全球蔡丸超過10%的人力 尤其是在中國有風聲 說特斯拉要把中國所有的 應改的畢業生都拆掉 不然想一個月的薪水 在特斯拉選擇全國蔡丸百分之者 也影響到中國應改的畢業生 特斯拉特斯拉特斯拉 有中國應改畢業生的畢業 二千塊一千歲 大概是現代表四萬五 有人就在愛說 自己三個春季的酒品花才六處 現在就收到特斯拉特斯拉 畢業生的通緝 說自己一早就接到電位去訪裁員 要不要上班就該有 感謝特斯拉 讓我們真的做到畢業生氣 領著一切順順順遂 想不到先去給社會價值 是說讓這段都畢業生人 最初到達了就是 中國應改畢業生 最重要求這個辦法 就是春季的酒品花 現在酒品花已經結束 要吹頭路 竟然有燙 有朋友因為特斯拉 有讓他們這五月薪水 馬數吸人不錯 有人說四人合環 但又很確定 因為現在頭路難吹 要吹完 怎麼不早說呢 特斯拉現在真的遭遇到大問題了 馬斯克本來預計一年至少能賣200萬輛車 第一季度顯然沒有達成目標 而且第一季度特斯拉的銷量是下降的 這在過去幾年簡直是不可想像的 而特斯拉的股價也是瘋狂暴跌 馬斯克現在已經不是世界首富了 特斯拉用技術來競爭 只空23年第四季賣出四十八萬台電動車 但是中國的電動車比亞州 同期賣出五十四萬台 前一面超過特斯拉 頂139電動車賣最好的第一名 今年特斯拉在中國 又推出零修戶 讓車載倒回去 特斯拉在中國像大菜園 和主席三國隊推出零修戶車的老闆 雷軍 四個十十五在北京發營鄉帖 向全世界優秀的人才發出一個招財力 求錢吧 零修戶車要照顧更好的錢 因為有切瓣外台車的頂端 也讓旅館的頂端更有興趣